一代南部的一个传统的料理 松露铭鱼的猫耳朵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 义式的松露铭鱼罐头 欢迎收看Titan从餐桌出国去 我是邱永 在欧美啊 有三大食材 鱼籽酱 鵝肝酱跟松露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的餐桌上 有这三样食材其中一样 我相信它算是最顶级的一个方式了 那今天 好妈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礼盒 松露铭鱼的罐头 那我今天来帮大家开箱一下 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精美 对啊 里面来 做的真的是很讲究 有两罐松露铭鱼的罐头 那我们今天里面用到的 这个是黑松露的菌菇酱 然后用到的白松露的橄榄油 那我们今天特别强调 这个白松露橄榄油 它当然是用白松露跟橄榄油 去萃取出来的 白松露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严格 白松露的味道 会稍微内敛一点点 带有这个清新淡雅的香气 如果你有闻过的话 我相信你会久久无法的忘怀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 白松露的橄榄油 跟里面的鱼鱼 来做出这道 松露鱼的猫耳朵 今天这个面团 我们会加上 蒸熟的马铃薯 不加任何一滴水 这样吃起来 它这个口感的Q弹度 会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 高筋面粉 这里面我们会加上 一颗蛋黄 然后来调味一下 盐胡椒 然后我们再带上一点点的 起司粉 那我们今天让这个面团 它的风味更加更加的好 我们会加上我们这个 松露鱼的鱼 今天它是这个玻璃平身 所以你一眼就可以看清楚 里面的这个包装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用完的话 你不需要再去换什么容器 就直接把它给冰到冰箱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鱼肉都很搭 整块的鱼鱼很扎实 哇 这个味道你也要闻看看 很香耶 这个真的很香 一般我觉得你应该闻不到这个味道 满满的松露味 清晰淡雅的味道 那如果你有闻过松露你就知道 那它会稍微清淡一些些 因为它是用白松露的橄榄油去做的 我们将油稍微过滤一下 把我们的鱼鱼加进来 好 好这时候我们就来戳了我们的面团了 师傅这里为什么要加鱼鱼 加鱼鱼的话 你今天让这个面团的口感会稍微改变一下 它里面吃起来会比较松软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 你这个面团会带了鱼鱼的香气 毕竟它有加了这个黑松露的这个菌菇酱 那里面就带了松露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一举好几得喔 师傅你说那个猫耳朵是它的油来字吗 它基本上就是从意大利这个普利亚大区 产出来的 那因为它的外形 有点像是这个内凹线 然后其实像是小的圆圆的耳朵 所以它就是称之为这个猫耳朵 在台湾的话俗称啦 我们撒一点点手粉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戳开来 然后我们就给它切成一个一个 就这边才切大小就要跟猫耳朵一样的大小 我觉得看你自己的喜好 台湾的稍微会小一点点 所以我再把它给切小一点 我们就利用到一个竹帘 把它给压上去 然后轻轻的把它给卷起来 你今天有时间沾黏的话 你就撒一点点粉 让它不要沾黏 我们把它压上去之后 然后顺着它的纹路旋转 像这样 所以像这个样子 家里没有竹帘 没有竹帘其实你看 可以用叉子 叉子家里应该有吧 有 但如果万一也没有了 没有的话你家里应该有汤匙吧 就轻压一下 然后往上转 像这样 其实你用说实在好 都没有的话大拇指也可以好不好 这样压一下 往上转 这样子的话你今天在做的时候 它可以卡到那个酱汁 好我们搓好的面团 我们就来把它放下去煮啦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就是 一个一个把它往下去 那 基本上离水面越近越好 那在煮面的时候 我们在水里面 有加上了一大匙的盐 让这个面煮起来 会更有味道 然后你的水量大概是10比1 我们就让它稍微煮一下 怎么看它熟化的话 就是它全部都浮在水面上 这时候我就关火 把我们的面团捞出来 就感觉这样就很好吃的耶 可以直接吃了 对 其实它本身吃就有味道了 当然你在配上酱汁 也就更不一样 你也可以用热拌的方式 把它给煮好以后 然后用这个酱汁下去拌 来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拌上一点点的这个 白松露橄榄油 让它的香气更加提升 也比较不会沾黏 接下来我们来用这个白松露橄榄油 来做一个很高级的青酱 雪山塔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加上一些些的 起司粉 再加上蒜味花生 然后当然我们来加上这个 有经过高温杀菌 可以吃下去非常安心的这个 白松露橄榄油 打成我们的青酱 那我们就会开始来炒面啦 我们刚开始我们先把培根放进来 今天的培根稍微带的油脂多一些些 在这边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 白松露的橄榄油 它的香气又会增加许多 记得如果说你在这边用橄榄油来做的话 温度不要太高 你只要不要超过180度的话 基本上这个橄榄油是可以耐热的 香气出来后 然后我们来加上我们的洋葱 蒜 一样把它给爆香 好 这时候我们让它加点异国的香气 白葡萄酒 如果家里真的没有的话 你就省略这个动作 那我们把这个白葡萄酒下去之后 煮到这个酒精的味道没有了 它的微微的酸味可以带出我们这些 蒜啊 洋葱啊 培根的香气 好 这时候我们来加上水 把我们的鲜奶油加进来 这时候我才加上这个蘑菇的部分 今天我没有让它炒得太香 我想要吃到蘑菇比较单纯的味道 一点点的胡椒 来加上一点点盐 煮滚之后我们调味完 我们就把我们的猫耳朵放进来了 让它煮到收汁 差不多我们就把火关掉 让它稍微降温一下 我们再把我们刚刚用这个白松露橄榄油的青酱 加进来 因为青酱是属于冷酱 你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它基本上下去颜色就变很黑了 最后最后我们就把我们的 最重要的东西把它加进来 就是我们的鲑鱼 因为基本上它是熟的 所以我不希望它在里面的时间待太久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盛盘啦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意大利南部的猫耳朵 就是用到这个意式的松露鱼罐头 它是全台首创的独特配方 而且你看它的包装这么的精美 送礼自用两箱一样 那你说它直接打开就可以食用 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你看它可以做蒸蛋啊炒饭啊拌面啊 或者是你能做披萨 对不对 做日式的玉子烧都可以 所以你看做中式西式日式异国料理 全部都一手包办 你也可以来试试看 那我们Titan从餐桌出国去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真的本来想要去的啦 对但是因为我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是在一个学校任教 他其实10月才开课 然后我本来8月要去 结果那个主任跟我讲说 没有人一来报到就请假的 所以你自己考量看看 那经过了多方的考量 我觉得好吧 那我就只好放弃去意大利 然后去工作 因为毕竟还是要养家糊口 但是我现在真的蛮后悔的 如果这厂商你有听到的话 那个你再安排我去一趟 意大利好不好 对我是蛮想再去意大利的 真的蛮想的